我不想今天生气 也不想跟你说法庭 你生我养我就能对不起我妈妈 都说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 但是这个棉袄漏不漏风 恐怕自己到死才能体会 70岁的车大爷就遇到了漏风小棉袄 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眼前这一幕是发生在法庭之上 对峙双方竟然是亲生妇女 更让人震惊的是 18天前母亲刚刚去世 如今双方却对峙公堂 这女儿对父亲质问 认为是父亲逼死了自己的母亲 对母亲不管不顾 已经70多岁的父亲 也丝毫不落下风 与女儿距离力争 这件事究竟怎么回事 亲生妇女为何闹到了如此的地步 事情还要从10年前说起 10年前车女士的母亲 也就是车大爷的老伴 意外患了脑梗 因为病情比较严重 虽然送到了医院 进行长时间的治疗 但是还是留下了后遗症 无法独自生活 需要人帮助 车女士照顾了很长时间之后 认为家中的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选择了继续工作 并且给自己的母亲 寻找了一个保姆 她在寻找保姆的时候 也是几经挑选 选择了资历年龄 都比较合适的王女士 最初王女士 在车女士家中工作的时候 非常勤劳 对车女士的母亲照顾的 也非常细心 其实从头到尾 这个王女士都照顾的 还算能说得过去 但是除去照顾人之外 这个王女士 似乎在和车女士 父母相处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些感情上的变化 车女士在偶尔来 探望母亲的时候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她看出这个王女士 似乎和自己75岁的父亲 没来眼去 王女士比自己父亲 要小很多 但是在平时生活当中 经常和父亲接触 又对家中照顾颇多 所以让陈女士 总是觉得两人关系很亲密 然后我说这保姆是小三 她说保姆不是小三 我说你不能拿我妈的遗产 去养这个小三 母亲刚离世18天女儿 便将父亲告上法庭 并在法庭上和父亲大吵 甚至在之后 她发现父亲和保姆 竟然住在家中的主卧当中 而母亲却被父亲 搬在了次卧当中 而且主卧当中的窗帘 也换成了红色 他们俩住大屋 把我妈弄小屋 我爸说是我妈 自己抱着枕头过去 大屋都挂了 就是窗帘 然后那是你 对 车女士当时也非常的生气 自己母亲分明还活着 父亲却做出这样的行为 简直是不顾伦理道德了 为此她多次寻找父亲 说这件事 可父亲依旧选择不改 而且车女士还发现 自从王女士当保姆之后 父亲就再也没有照顾过母亲 经常出去跟别人聚会娱乐 就连母亲的死亡 也是因为父亲不在家的原因 让保姆更加的马虎大意 那么车女士的母亲 去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就在他们上法庭的18天前 车女士下班回到家中 想给母亲买一些新的东西 并且看看母亲的情况怎么样 却发现母亲 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身体都僵了 等我到的时候 我妈就躺在沙发前的地上 手已经开始变色了 车女士当时非常的着急 但是母亲显然已经断气很久了 手指都变颜色了 因为不知道死因 所以车女士选择了报警 警方赶来之后 很快就将车女士母亲的死因调查清楚 他们发现车女士的母亲死于窒息性死亡 而窒息的原因是因为 在她的气管中卡住了一大口油条 没有及时清理 导致车女士的母亲窒息死亡 显然这个事情是一场意外 并非自杀或者谋杀 所以民警选择离开 并且安慰了车女士 希望能让车女士的母亲 尽早入土为安 母亲重病瘫痪 父亲却想娶自家保姆 每期明月一件好几条 我要给你妈请个保姆 得需要多少多少钱 我要雇个小工 出去跟我干活 需要多少多少钱 他说我要是娶完完宴 我这些钱就都能省了 我说这是一件几条 一只件咱可以设好几个条 女儿便将父亲告上法庭 并在法庭上和父亲大吵 然而这个时候的车女士 却非常的生气 这确实是一场意外 但是家中明明有人 家中的保姆和父亲 明明就应该一直在家里面 可是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保姆并没有用心照顾 父亲也不知所踪 车女士在讲述的时候 说自己根本不敢想象 母亲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无助 其实这件事 作为照顾人的保姆 一定是有责任的 首先保姆在喂病人食物的时候 就应该考虑到病人 他已经是个脑梗的患者 无法吞咽如此大块的食物 车女士竟然已经雇佣了保姆 这个保姆就应该要做到自己的职责 其次就算发生意外 保姆应该及时地拨打急救电话 或者进行一些简单的措施 而他的父亲车大爷更别说了 压根就没见到人 这让车女士对父亲非常的失望 他认为自己的父亲 根本就没有资格 需要自己母亲的遗产 他都没有做到一个 丈夫应该做到的责任 在想到父亲和保姆做出的行为 车女士非常的生气 两人就此对不公堂 车大爷认为自己的女儿 可能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因为当年妻子生下女儿时 比预产期晚了半个月 所以妻子留下的所有遗产 应该归他所有 而车女士则认为 车大爷没有尽到 做丈夫的义务 这遗产也更不能用来 让父亲养小三 无奈之下 法庭法官让两人 进行了亲子关系鉴定 发现车大爷和车女士 是亲生妇女 最终车大爷表示 自己所有的行为都错了 他很后悔 而车女士也原谅了 自己的亲生父亲 妇女俩终于握手言和 事情也算有了一个 比较完满的结局 感谢观看